1935年南京民国政府二号人汪精卫遇刺 刑辞地点竟然是戒备森严的国民党中央党部 那么刺客是谁 他因何刺杀汪精卫 案件发生后 汪精卫的夫人陈碧君当场指责蒋介石 声称他是刺杀行动的幕后主使 陈碧君为什么这么想 这起案件背后究竟有何内幕 民国大案系列节目 特邀民国史专家王小华为您讲述 汪精卫遇刺案上集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今天我们讲中央党部刺杀王精卫大案 1935年11月1日上午9点半左右 戒备森严的南京的湖南路上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大院内 突然响起了啪啪的枪声 很快警笛声喧嚣声就笼罩了中央党部周围 第二天国民党党报就是中央日报 用特大字体刊登了一则消息 标题是汪院长昨晨被阻击 中央极度震惊 汪院长就是国民党行政院的院长汪精卫 除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以外呢 处于第二把手了 究竟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刺杀汪精卫呢 那么这个震惊全国的刺杀案 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 1935年11月1日 是国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的日子 早晨7点钟啊 100多名中央委员先到中山林去夜林 9点钟呢 这些人回来了以后呢 就到了湖南路的中央党部 这个大礼堂啊 举行开幕式 由于时间有点紧张 汪精卫呢 这时候脸色苍白 声音有点颤抖 在仓处间呢 进行了致辞 完了以后呢 这个开幕式就算结束了 全体中委呢 就到这个大礼堂外边啊 站在那儿准备照相 一共排成五排 由于主位的蒋介石啊 此时没有露面 这没法照相 于是呢 汪精卫就到二楼 会议厅啊 去请这个蒋介石下来 参加照相 就那一天呢 蒋介石本来是应该参加照相的 他突然看见 这个人群当中 有张学良 有延熙山 这些包括西南各派的 这些诸侯啊 这些军阀们呢 都在这个会场上 而且每个人呢 带了两名马鞭 马鞭身上都跨着 有伯克枪 谁能保证 不会出现异动呢 于是呢 深信多疑的蒋介石 他决定啊 他不照相了 他对汪精卫说 我不照相 我劝你也不要下去 汪精卫这时候 面露难色 这怎么可能呢 那么多中委都在这等着 还有那些老先生都在外边 你不下去就算了吧 你让我也不下去 那怎么办 我是一定要下去 说完以后他就下来了 站到中委的前排 站好了以后啊 就任凭他对面的这个 这些记者们呢 拿着这个照相机啊 闪光灯啊 哧里巴拉的一个劲拍照 9点35分呢 这个拍照完了 正当这些委员们呢 转身回大厅的时候 突然从对面的记者群中啊 闪出了一个人 从大衣口袋里啊 迅速掏脱了一支 六响的左轮手枪 高喊打倒卖国贼 就对准站了前排的汪精卫啊 啪啪啪打了三枪 第一枪呢 就打进汪精卫这个左眼 这个眼角下边 这个拳骨那儿 第二枪呢 因为他身子一转嘛 就把他这个左背给他打穿了 第三枪啊 从后背射进去以后啊 在六七个脊柱之间呢 打到那里边了 汪精卫啊 是应声倒地 此时啊 现场的秩序大乱 坐在前排椅子上的 国民党元老张俊江 听了枪声以后啊 就滚到地上了 孔香西呢 那天因为要开会嘛 穿了一身新的马褂 这个时候啊 他也顾不上了 就往那个汽车底下钻 结果新马褂也扯烂了 慌乱中啊 就站在前排的 国民党元老啊 司法院院长 53岁的张继 这个人胆大 急忙地跑到这个刺客后边啊 拦腰将去抱住了 站在第二排后边呢 西北角总的副司令张学良 冲上来啊 猛的一脚 就踹在了刺客的手腕上 手枪就落在地上了 此时呢 汪精卫的瑞士也反应过来了 掏枪啊 对着刺客啊 打了两枪 刺客呢 前胸中了两弹以后啊 倒在地上 奄奄一息 汪精卫遇刺以后 陈碧军呢 就他老婆 奔过去 跪在汪精卫的身边呢 就说 他说四哥 说你放心吧 一死以后啊 由我来照顾儿女 反正这个革命党 是要横死的 这种事我早就预料到了 就在他们两个说话当中呢 蒋介石闻讯下楼了 他呢 跑到汪精卫跟前啊 也是缺了一个腿 把这个汪精卫的头啊 就放到他自己的胳膊上 然后呢 握着汪精卫的手 汪精卫呢 就气喘吁吁地对蒋介石说 蒋先生 你今天大概看明白了吧 我死以后 就要你单独负责了 蒋介石说 不要紧不要紧 不要说话 不要说话 没想到啊 陈碧军在旁边发飙了 为什么呢 他认为这个事啊 是蒋介石搞的鬼 他说蒋介石知道 有人要安杀汪精卫 所以他有意不来照相 于是呢 他就对着蒋介石大喊起来了 蒋先生 你不要汪先生干 我们汪先生就可以不干 为什么派人干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下这种毒手啊 陈碧军说这个话 好像有点莫名其妙吧 原来呢 就是1935年的7月份呢 中国和日本签订了和美协定 还有情土协定 把这个华北的主权呢 共手地让给了日本人 这个时候的行政院院长 兼外交部部长是汪精卫 他是负责呢 外交方面的事情的 所以呢 他就遭到了主战派 还有全国人的这个反对 就抨击 这个事明明是蒋介石组谋 责任呢 现在都落到汪精卫 一个人脑袋上了 成为全国的重视之地 汪精卫一派的实业部长啊 像陈文博 这个人就愤愤不平 他就劝汪精卫 说你辞职算了 包括汪精卫的儿女 都反对他 继续兼任这个外长 以免呢 自己来负这个卖国的责任 当时蒋介石这一派里头啊 确实有人想让汪精卫 下台这种主张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到8月份呢 汪精卫他就以这个 救急复发为理由 他说救病复发了 去青岛躺平了 蒋介石呢 就权衡这个利弊 认为汪精卫不能下台 汪精卫一走 这个卖国罪名 就要落到他自己脑袋上 于是呢 他就答应了汪精卫的条件 说你不管你怎么说 反正我来替你父亲们责任 汪精卫呢 后来在8月23号呢 又宣布复职了 所以呢 此次呢 陈毕竟又以为是蒋介石的导鬼 就直接开骂 他的一骂 把蒋介石弄得晕菜了 他闹不清 是哪路人马所为啊 憋了一肚子气 有口难言 刺杀案发生前 蒋介石和汪精卫 一个主持军事 一个主持政务和外交 两人貌似通力合作 实则争权活力 勾心斗角 也难怪汪精卫的夫人 陈毕军会怀疑 刺杀案是蒋介石下的毒手 那么开枪刺杀汪精卫的 那名记者是谁 他如何混进戒备森严的 国民党中央党部 开枪刑刺 他的行动背后 又是否有人指使呢 民国大案系列节目 特邀民国史专家 王小华 继续为您讲述 汪精卫遇刺案 上集 大概过了十几分钟 来了两辆救护车 先把汪精卫抬上车 又把这个刺客 也一起送到中央医院进行抢救 这个时候 警卫人员从刺客的身上 收出了一张参加这次全会的 这个新闻记者的出入证 号码是63号 单位叫陈光通讯社 记者的名字叫孙凤鸣 该通讯社的地址呢 是南京陆家县23号 登记的人呢 是贺泼光 次王案发生以后啊 国民党元老叶楚昌 陈果夫 陈立夫 立即找到了 彭科成这个处长 就盘问 这个证是怎么发的 原来他这个证啊 是这个彭科成这个人发的 他是处长 他当时就吓傻了 因为开会以前呢 中央宣传部的部长叶楚昌 就明确地指示 对新闻记者的记者证发 要按照严格的限制 没想到啊 还是出事了 陈光通讯社的这个登记证 和记者证是怎么发的呢 原来呢 一开始这个彭处长呢 他也是拒绝发的 这个时候呢 中央党部有个干事 叫周锡林 还有周黄 两个人来跟他说 还有一个叫郭春涛的 中央候补委员呢 他的弟弟叫郭志摩 都来说好话 所以呢 到开会的当天上午八点钟 这个彭处长呢 才同意签发了这个记者证 于是呢 他们当时宪兵啊 警察啊 还有总统特务 根据这个记者证 登记的这个地点呢 就是陆家巷二十三号 搜查这个 陈光通讯社 到那以后啊 一看这个陆家巷啊 前后是两个院子 陈光通讯社呢 是在后院 根据那个前院的房东说呢 就在出事前几天呢 这个通讯社 突然把这个两个院子 之间那个门 给他封死了 通讯社是从后门进去的 结果呢 这些人又绕到后门 进去以后啊 发现人去悟空 什么都没有了 房角处呢 有一堆烧过的纸堆 办公桌上啊 案头上方了一封信 信上这样说的 留交来人们 就是把这个信啊 交给你们后来的人 内容是这么写的 本社之事 一国至谋 吴皇 周锡林 三军呢 毫无关系 特此声明 把那三个 就说好话的人 都把它拆开了 再加上 郭春涛这个人呢 是汪精卫的人 这个事呢 又是刺王精卫 所以这个事呢 就算是不了了了之吧 刺杀案发生后 汪精卫在医院经过抢救 侥幸逃过一死 行刺他的孙凤明 被卫士打伤 生命垂危 国民党军警运用各种手段 加紧对孙凤明进行审问 那么孙凤明究竟是什么人 他为什么要行刺汪精卫 在他背后 又是否有人指使呢 为了获取这个口供呢 这个医院里面的这些人呢 就是这个抢救的这些医生大夫啊 就拼命地给这个刺客 因为刺客受了很重伤嘛 所以一针一针地 给他打这个强心剂 打了强心针以后 然后这个县命司令啊 这个警察厅长啊 这些人呢 包括代理的内政部长啊 就轮流地进行审判 这个时候呢 他的审问记录是这样的 就问他 你为什么要对汪院长行刺 这个刺客呢 曾凤明他就说 你看看地图 整个东北华北 那半个中国 哪还有我们自己的 你为什么现在才刺呢 六中全会开完以后啊 华北就要签字了 再不打啊 就要亡国了 做亡国奴了 又问他 行刺的目标 是哪几个中央要人呢 这个刺客说呢 我就是专门来刺杀汪精卫的 又问他 你的行动是什么立场啊 孙凤明就说 我完全是站到老百姓的立场 又问他 汪精卫对国家有什么不对啊 孙凤明说 现在的华北已经没有了 还有哪些条约呢 说完就昏迷过去了 然后医生打了强心针以后 孙凤明又醒过来了 审问者接着问 你是受什么组织啊 什么人指使啊 孙凤明说 我是一个老粗 不懂得什么党派和主义 要我行刺 汪精卫的主使人呢 就是我自己的良心 一直延续到第二天凌晨 孙凤明呢 因为被两枪啊 打中了要害啊 伤势过重 死亡了 十年呢 三十二岁 死后啊 在他身上发现了 强心针的这个真眼呢 有一百五十多处 事发的当天呢 中央党部宣布全城戒严 宪兵警察 当即呢 就抓捕嫌疑人 同时在南京全城啊 水路交通码头啊 加强检查 又逮捕了十几个人 一律关在清凉山的 这个房子里 蒋介石呢 把总统的玄增 和军统的代理都叫来了 大骂啊 人家现在拿枪 打到我们中央党部 你们来了 我每月花了几十万 养活你们 你们居然都不知道 是谁干的 限期破案 否则要你们脑袋 由于呢 陈碧军怀疑是蒋介石 这伙人干的 蒋介石专门把汪派人物 陈公伯 顾猛瑜 谷正刚 唐友人 请到中央军校内 官邸谈话 解释说 我看这个事 不像我们自己人干的 我们特务不用那种枪 不是跟他那个 一回事 总统呢 对侦判此案呢 尤为卖命 迫不及待 向蒋介石呢 要了一架飞机 让这个大特务 顾建中啊 飞到上海 那就是宁愿 冤枉一千啊 也不可放过一个人啊 要求不惜一切代价 三天破案 同时呢 总统特务啊 总动员 上海南京京湖县 与延县呢 包括南京附近 所有的县呢 全部都动员起来 又和江苏省的 省主席陈果夫 联盟 动员各县的县保安 这些保甲组织啊 互相配合 进行追查 顾建中 到了上海以后啊 不问青红赵白 把这个 陈光通信社 主任呢 贺颇光 沾过边的 大概有200多个人 一律逮捕 严刑拷打 打着这些人呢 非死即残啊 军统特务 也不甘落后 在搜谷这个 陈光通信社的时候啊 戴笠呢 从一封这个 没有烧尽的 这个信封上啊 发现这个机姓人呢 在从江都寄来的 一个姓黄的 寄来的 收姓人呢 叫华克芝 于是呢 这个教导总队啊 就派人到江都 先后抓了几个 和华克芝有关的人呢 都把他抓起来了 最后呢 从一个线索中得知 赫泼光 有一个寡嫂 在丹阳的乡下 11月5日 赫泼光在丹阳 保验镇这个地方啊 被捕了 11月16日下午呢 陈光通信社 一个叫古子峰的人 在上海北站呢 被捕了 他把这事件供出来了 他供出来 陈光通信社的张玉华 说他要在新亚饭店呢 和一个香港来的 王仁山街头 王仁山这个人呢 曾在南京读书 北京大学毕业后呢 任职于南京中央党部 后来在广东省党部和上海呢 他认识了一个重要的人物 叫王亚乔 国民党特务兴师动众 到处抓捕 刺客孙凤明和陈光通讯社 相关的人员 通过审讯 他们得到一个重要线索 当时著名的暗杀大王 王亚乔 参与了刺杀汪精卫的行动计划 国民党特务还认定 王亚乔和陈光通信社的社长 华克之 是这起刺杀案的主犯 那么王亚乔 为何要刺杀汪精卫 他和华克之 是如何策划这次行动的 而在王亚乔和华克之背后 是否还有更重要的人物 在暗中指使呢 这个王亚乔是什么人呢 王亚乔是民国时期的暗杀大王 当时有这样一句话 世人都怕魔鬼 魔鬼却怕王亚乔 王亚乔呢 江湖人称老九 有人叫他九哥 是合非人 自幼呢 读书 聪雲过人 1913年呢 二次革命失败了以后呢 他就出入上海 1916年呢 参加了讨原护国运动 1921年 纠合在上海的安徽人 创建了斧头帮 替穷人呢 撑腰 连这个青帮 这个大佬啊 像这个杜月生啊 黄金融都警告过 他们手底下 说你们离这个 王亚乔的斧头帮啊 远一点 不要惹他们 王亚乔呢 又是个著名的暗杀大王 曾经策划了一系列的暗杀事件 比方说1923年11月10号 王亚乔呢 刺杀了松户警察厅长 徐国良 1926年呢 任安徽赴宣复使 宣传呢 号召安徽的知识 帮助北伐军北伐 原来呢 和蒋介石呢 一个战壕的战友 1927年呢 蒋介石在南京成立政府的时候呢 王亚乔呢 还出席典礼 他由于反对呢 蒋介石412啊 大杀这个共产党和工人 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和嫉妒 此后呢 这两个人因为观点不同啊 分到扬镳了 31年 还在庐山刺杀过蒋介石 没有成功 1932年呢 4月29号 刺杀了日本 派遣军的司令 白川义泽 后来呢 王亚乔这个人呢 被蒋介石通缉 逃到香港去了 从此呢 他和戴笠两个人 原来是生死弟兄 转为死对头了 根据这个王仁山呢 他从香港来的嘛 他共认呢 在香港的时候 他曾经和 王亚乔 于立奎等人开会 曾经计划怎么样行刺 怎么样安排其他被告 怎么样逃跑啊 包括这些活动啊 有过一系列的谋划 他又供认呢 在汪精卫被伺候的七八天 他们在香港 还和这个王亚乔啊 在他家里开会 包括有华科之 王亚乔 于立奎 崔正瑶等人呢 华科之呢 汇报了刺汪的这个经过 为什么刺杀了汪精卫了 原来想刺蒋介石 没刺到 所以刺了汪精卫 包括这个计划怎么失败了 华科之呢 就要求王亚乔 于立奎 说你们无论如何 拿出点钱来 救济款 我们要接济 陈光通信社这些同仁 结果呢 王亚乔就决定呢 就派他和崔正瑶 带了一千块钱到上海 交给张玉华使用 他呢 就和崔正瑶呢 一块儿到了上海 上海方面呢 原来是让古子峰接他们的 结果呢 古子峰呢 被捕以后啊 就把这些事全部交代了 所以下午三点多钟呢 张玉华到了新亚饭店呢 取八百块钱的时候啊 他不是一千块钱吗 他留了二百块钱 给崔正瑶 他拿了八百块钱 刚出来 就被捕了 崔正瑶呢 就是孙凤明的妻子 他虽然是个女性 却坚真不屈 被这个特务这个 严刑拷打 没有一句话 最后又被折磨而死 到了月底呢 和这个刺亡案呢 有关系的 一共抓了十四个人 军统最后认为 陈光通信社社长 华克芝这个人 还有这个王亚乔 这两个人 是刺亡的主犯 但是这两个主犯呢 恰恰在逃 王亚乔在香港 军统抓不着 华克芝呢 他怎么逃出 这个天罗地网的呢 原来啊 戴笠亲自到上海 部署抓捕行动 华克芝住在什么地方呢 古子峰交代出来了 华克芝啊 在赫德路 一条小弄那里 住到一个房子 住到这个二楼上 这个行动呢 是由上海特区 法族界的组长 兼松户警备司令部的 侦察大队啊 行动组的组长 沈罪 带了十二个人 乘了两部小汽车 赶到这个赫德路啊 把路的两边 都给它包围起来 然后呢 借着夜色啊 就悄悄地过去了 华克芝呢 他租的那个房子呢 是一个普通的 一个小二楼 沈罪呢 看见二楼啊 没有灯光 因此呢 他就敲开了 楼下的二房东的房门 拿出证件这么一辆 直至楼上 二房东这个时候啊 就明白了 他点点头 压低的声音说 不在家 天黑前就出去了 还没回来呢 沈罪呢 就派几个人 在楼下监视 自己和二房东 带了几个人上了楼了 二房东呢 打开了门 顺手啊 把电灯就拉亮了 沈罪一把就把电灯给他 给他拉灭了 就斥责他 不准开灯 他就是怕华克芝啊 看见楼上灯亮而逃跑 他用手啊 捂着手电筒 在房间里检查了一遍 发现这个房间里 布置很简单 只有一张酸人床 一张写字台 几把椅子 沈罪呢 就让他的人 说你们都到底下去 到楼底下监视 他自己呢 就躺在床上 单等啊 华克芝落网 然而啊 一天 两天 三天 足足等了三天三夜 华克芝啊 一直没有露面 难道这个华克芝 事先得到风声 或者是二房东拉灯的时候 这个瞬间呢 被附近的华克芝 发现了 然后逃跑了 这个到底是个什么人呢 华克芝啊 是江苏扬州保英人 1917年呢 入南京 江苏省立第一中学读书 二三年呢 考入了私立的京陵大学 承认国民党南京 市党部的青年部长 蒋介石发动 412政变以后啊 华克芝被关押起来了 后来呢 一些国民党的元老呢 进行保释 华克芝呢 方得以出狱 不久 他就认识了这个徐州人 叫孙凤明 两个人呢 就准备呢 成立一个返奖的游击队 由于呢 这个总统特务的追捕他们 就逃到上海 和这个同乡啊 一个共产党员叫陈王子啊 还有同学张玉华这些人 在小楼上租了一个房子 他们这个当中呢 就一个共产党员 这个陈王子这个人呢 他认识王亚乔 华克芝结识王亚乔后 二人有感于国民政府 对日寇入侵的不抵抗政策 以及当时中国的黑暗现实 决心要有所行动 一开始 他们选中的刺杀目标 并非汪精卫 而是国民政府的一号人物 蒋介石 他们的行动 还取得了当时著名的 反蒋民主人士 李继生 陈明书等人的暗中支持 1933年11月22日 第十九陆军的将领 蒋光乃 蔡廷凯 李继生 陈明书等人 在福州这个地方 成立了中华共和国 人民革命政府 简称福建人民政府 他们干什么呢 他们进行抗日反蒋 在蒋介石的镇压项 1934年1月份 福建政府就失败了 这个时候 像李继生 陈明书 蔡廷凯 他们的福建政府的领导人 纷纷出逃 他们就跑到香港去了 所以这场大规模的反蒋斗争 就以失败而告终了 至于华格芝 怎么和李继生 陈明书联系上的 怎么样继续进行 颁奖的这个事呢 他们能不能完成 刺杀蒋介石的计划 为什么又刺杀到汪精卫呢 这些咱们明天接着再说 感谢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再见 再见 南京国民政府二号人物汪精卫遇刺后 刺客孙凤明身亡 国民党特务通过审讯涉案人员 认定陈光通讯社社长华克之 和当时的暗杀大王王亚乔 是案件主犯 这样一起案件将会如何审理 王精卫遇刺案下期播出